好上一节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地规这个算法是吧 好那有了这个地规算法呢 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来看一下这个链表啊 这个数据结构的一个实现好吧 OK我这边先写好了一个text16啊 在这个里面我们来去做这个链表数据结构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解的时候说到这个链表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适合用来做什么 做这种要添加很容易 要删除它也很容易是吧 就把一个扣解了 另外两个扣一接上不就可以了吗 是吧 你要这是添加啊 插入等等也是一样的啊 它就不用挪后面的这个这个数据 是吧 比这种宿主呢 这种方式呢 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优势 所以这个链表呢 它就是用于适合 适合这个用于这个适合平凡 平凡 平凡进行这个添加 或者是这个我们叫插入是吧 或者叫插入或者叫删除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实现啊 这个实现里面呢 我们这么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们把每一个这个铁链 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个这个铁链这个链条是吧 每一个这个扣 每一个扣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节点 可以吧 把它作为一个节点 那它的节点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它这个节点的方式啊 来去记录你是在哪个节点的 这个后边 是吧 哪个节点后面 我们把这个这个作为一个节点 然后呢 整个就是一个节点的一个管理 是吧 一个节点的管理 所以呢 咱们这里设计的时候 我们先这么自己啊 我们也把前面用的这个内部类啊 把这个地龟啊都一起用过来 好 假设说我有一个专门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啊 那肯定是要有一个管理类了 叫做node manager node manager意思就是这个专门管理节点的 对吧 关键节点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一个的节点 好 那这个节点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 任何一个扣都是一个节点是吗 我在这定义一个内部类啊 叫node 是吧 内部类叫node 所以在这儿去对它进行管理 在这个地方对这个节点进行管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每一个扣是吧 表示每一个扣啊 每个节点对象 好 这个节点里面有啥呢 那我们啊 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说每个节点有它的名字 好吧 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属性啊 我们先暂时先忽略了 就是这个节点里面 实际上这就是你要实现链表这个添加的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我们现在暂时叫node的 你实际上你叫什么都无所谓是吧 对 比如说你人 人通过链表的方式来去存储也可以啊 任何对象都是可以 我这里就叫node了 好 那在这里面写 这是它的这个名字是吧 名字 然后在node manager这个对象里面呢 我们来对这个node进行管理 所以对链表来说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头就可以了 链表这个头就开始的那个节点是谁 是不是 维护它这个节点就是谁 那我就5w2 我先定一个叫node root 这个我们通常叫跟什么 这个 节点 叫跟节点 就开始第一个就是这个链条里面的第一个扣 是吧 第一个扣 那下面呢就是往这个扣上扣就行了 对不对 往这个扣上扣 然后第三个再扣到第二个下面 第四个扣到第三个下面 就一直往下去去去添加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边 嗯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当前的这个节点下面有其他的节点呢 有其他节点 你看就就像我们这个这个链链条一样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啊 这个当做第一个的话 就大了 最大看到第一个 那就是这个 我看到鼠标指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要扣在我们的这个跟节点的里边 把它扣进去是吧 扣进去 然后这个你看打开盖的这个又扣到这个下面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谁 是不是 是谁 那怎么来去表示 那在咱们代码里面怎么来表示呢 哎 我们也很简单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再声明一个no的就可以了 这个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当前节点的什么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是谁 如果下一节点为空 那表示当前节点就是最后一个节点 对吧 当前节点就是最后一个 OK 我们这里面这么来进行定义这个结构 然后每一次进行 我们说这个添加跟这个删除这个操作的时候啊 删除操作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在 因为数据在哪儿 我们的这个操作就应该在哪儿 操作应该在哪儿 因为比如说这个这个你自己的数据 你应该自己来管理是吧 别人不能管理啊 所以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设计里面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儿定义几处方法 可能啊 叫做add 是不是add 那我在这儿呢 就进行这个添加的操作 是吧 添加的这个操作 这个呢 我们叫做添加什么节点 是吧 好 那一会儿呢 可能还需要有这个 有添加就有删除 我要把它扣去掉是吧 那叫比如说delete 叫删除一个节点 对不对 删除一点点 那等一下我要 还要把这个节点都输出出来 对吧 就去用添加多少个啊 那我这呢 还再添加一个叫做print 这样一个方法 print这样一个方法 好 这个呢 我们用来做 这个叫删除节点 节点 是不是 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这个打印所有节点吧 打印所有节点 就把它输出出来 这是这个node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对吧 但因为node作为这个node manager的一个内部类 那么通常我们的做法说 我不允许在外部直接去创建node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这个外部类里面 通常情况下写法 我们也得给他提供什么样 提供一个方法来访问里面的 这个添加这个给外部提供来访问的 一个方法 所以呢 通常我们要写两套啊 写两套这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这个叫做 嗯 void 叫添加节点 好吧 叫 node node 然后呢 取一个名字过来 是不是 哎 这是我们的提供给外部用的啊 这叫做 dl node node 这叫删除一个node 对吧 删除一个node 好 一会儿呢 我们还得有一个 叫做 是不是 print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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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印所有的 节点 是吧 嗯 嗯 printnode 这三个方法是提供给外部用的 这个三个方法呢 就是他内部自己来使用的 是不是 嗯 自己来使用的啊 就 ok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 我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构造方法 对呗 因为你这个节点名字呢 传过来以后 我需要有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node 给存起来 是不是 哎 我就不写gadside的方法了啊 这里就直接写gadside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名字给存过来啊 好 嗯 这是这个node啊 node 我们就这样就大概的结构 是给大家定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再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node manager 这个类里面 定义了一个内部类 叫做节点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链表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扣 是吧 单独出来 就是一个扣 因为我链表 所有东西都用这个扣来组成的 对吧 单独一个类来表示 那这个 这个node呢 有一个名字 那其他属性 我就暂时忽略 对吧 暂时忽略 然后呢 表示当前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用在这里定义一个本身类的对象 叫next 表示我当前这个node的下一个node是谁 如果等于空 那表示他就是最后一个 就我的 就说排队一样 就我的后面没人了 那不就是我 就是最后一个吗 是不是要聊 如果我的后面还有人 那就是那还得继续是吧 嗯 就我们就不是最后一个 是这里是吧 OK 好 那么在这里面做这个添加操作 添加操作 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添加这个节点 这个操作呢 你看啊 添加节点操作 好 如果我们要调用这个node的这个方法 首先第一步 你要添加这个节点是吗 嗯 添加这个节点 那我得判断 是不是有没有根节点 对不对 对 对吗 有没有根节点 如果root等于什么 空 表示什么 表示 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节点 就说 这个像排队一样 排队一样 第一个 那个排头兵还没有 那你就第一个进来的人 就叫做排头兵 是吧 就像第一个人 然后就root等于什么呢 另一个这个 node的什么 name 对不对 好 另一个node name就ok了 是吧 好 else呢 else表示就root不为空 那表示 排头兵已经有了 排头兵已经有 那你就要往排头兵的后面去排 对吗 对 往他的后面去排 那假如说他后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啊 一边来 给大家画图 一边来 给大家去演示啊 比如现在 现在就是表示说这个排排队 还第一个 没有人是吧 没人 那么这个人就是第一个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root root 就是第一个人是吧 然后再来一个人呢 是不是排在他的后边 嗯 排在他的后边嘛 就站队嘛 就是你站在他后边 如果他后面 有人 你还得站在他后边的后边 是吧 对对对 就一直往后站了 对对对 一直往后站 反正你就 你进来就是排最后就完事了 对吧 排最后啊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套路啊 好 那么他下面 你看现在我们刚添加的话 这边还有吗 就是root的后面是没有人的 是吧 嗯 现在是没有的 因为我添加第一个 第一个啊 把它溺出来了 else就表示他后边是 有没有人 对不对 有没有人 那我就不能自己去这个决定了啊 不能自己决定了 那我应该怎么添加呢 我就调用这个 嗯 这个root 点 add 什么 方法 把这个 name 传进来 你看 root 点 add name 是不是调用哪个方法啊 是不是调用下面这个方法了 是吧 下面这个方法 谁调用这个root呢 谁调用这个add呢 是不是root调用的add 那就是说当前节点应该是root 是吧 对不对 当前节点应该是root啊 这个可能 这个 比较抽象啊 当前节点就是root 那我就大家看root下面 有没有节点 是吧 如果 这个 this 点 next 等于什么 空 对不对 嗯 表示root 下面 没有 节点 现在来说就是表这个图 他后面就没有人是吧 没有人 我是不是把把这个对象要添加到他的后边 是不是 就添加到他后边就行了 这表示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第二个节点 对不对 放在他的后边 好 就这么去放就可以了 如果他等于空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 这是node 等于什么呢 另一个 node 所以 name 是放进去了 好 如果他不为空 怎么办呢 如果他不为空 表示说 表示我这个节点的后边 已经有了 那你就得把它添加到哪里去 把添加到他的后边的后边 是不是 他后边的后边就是 就是二的后边呗 相当于是 好 那怎么去添加呢 我们就要 this.next的点 这个 add 添加这个名字 看见没有 这么去添加 把this.next的点add 调用他这个方法 就表示这个next是谁 next就是 你之前的这个 这个二 二的next 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啊 嗯 是吧 就这个位置 然后呢 去循环地归传进来 再判断 是不是为空 对吧 是不是为空 如果不为空 就放上去 否则还得再继续地归 哎 这个地方就体现出什么 这个 地 归了 是吧 这地方就添加的时候 就体现出这个地归 啊 这样一个处理了 好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删除啊 删除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回过来这边写啊 删除的话呢 就是说 你要看你怎么去做这个啊 删除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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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了 如果内幕等于 根节点要把它去掉的话 就是根节点到下一个节点 作为什么 作为根节点 如果我要把这个干掉 那是不是二就变成第一个了 对对对 变成第一个了 哎 是是是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你可能是要先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root的什么 root的内幕是吧 对 root的内幕 我这边的话呢 可能还直接调用不了这个内幕 是吧 直接调用不了这个内幕啊 你还得在这儿啊 给他写一个 还是不能够了啊 给他写一个 这个死郡 然后呢 该他内幕是吧 该内幕 这类的吧 对他这个内幕就可以了啊 对他内幕 好 赛访好就先不解 然后这边我们要用到 root点 该他 内幕 是吧 点1口 点1口这个内幕 如果 根节点的名字等于这个名字 比如说我我假设啊 我假设每一个节点名字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叫入的叫二叫三叫四 就不能重 好吧 我假设是这样的啊 好 那如果他名字等于他 OK 那就是谁等于入住他 那么入特应该等于谁啊 等于入特点 next 就完事了 嗯 就是他的下一个嘛 对吧 对 就当前入特的下一个不就是 付给入特入特不就没了吗 嗯 是吧 如果都没了啊 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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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是吗 不等于的话那我就入特点 点 对 delete 调用这个方法 root delete 点 name 啊 调用他里面的这个delete方法 OK 好 调用谁呢 就是root delete 什么 root delete里面 你看 来 判断这个 然后我在这边就判断了 当前是谁啊 当前是不是root 我就判断 如果是 this.next 不等于什么 空是吗 对不对 这个next不等于空 那么再判断一下 这个 this 点 if this.next 点什么 next.name 是吧 点equ 点equ 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name 判断这个name 那就是表示 我当前的下一个节点的名字 跟这个名字相同呗 相同我要把它删掉是吧 把它删掉 那么他的next应该等于谁啊 this.next next 这有点绕着感觉啊 还得后面还得继续捋一下 就是他的下一个节点等于他的下一个节点的下一点 你捋是不是这样捋啊 你看这边来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删掉 我要把这个删删掉的话 嗯 通过他来做的话 就他的下一个节点的下一点是不是就这个3啊 嗯 我这边比较这边是3的话 root的下一个是2 root的下一个的下一个是3 三 两个下一个嘛 对对对对 下一个的下一个不就是3嘛 嗯 对对对 就是3 那如果我说那我就是把这个2要干掉的话 你看啊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这么道理 我要把2删掉的话 对于他来说 对于第一个来说 对于第一个来说是不是 root的下一个等于root的下一个的下一个 所以把它删掉了 所以就往前挪了 对 删掉往前顶嘛 对吧 往前顶 他的下一个等于他的下一个的下一个 嗯嗯 所以说next等于next 对吧 ok 好 这边就是删除这个方法 对吧 如果不等于呢 你看 如果不等于ok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这边就是 你得继续往下走是吗 嗯继续往下走 你就得this.next.delete 然后 掉这个名字 知道吧 this.next.delete 就就递归进去了 递归进去 这边又开始往下找了是吧 往里边去找 明白了吧 这个delete方法就得这么来去实现 ok 这是添加跟这个删除啊 添加我们就假如说添加到最后啊 现在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逻辑里面是把它添加到最后 是这样的 那么 你再往下扣添加的话 你就得next.next.next 你不能说意思next 是吧 你就用地归的方法 就当前的节点的下一个 当前的root root的下一个去删 那么在地归回来的时候 这个this 就等于当前的下一个了 啊 真的得去自己去钻一下啊 去捋一下 应该就是很容易把它 你就不找一个简单 帮你套 对吧 帮你套一下就明白了 ok 好 这是删除这个节点 删除这个节点啊 ok 这两个核心的方法 一个是添加一个删除 我们就大概就写完了是吧 好 我们这一小节呢 先到这儿啊 下一节我们还继续给大家啊 来写这个打印 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测试 好吧 再来分析一下 ok